56年没有走出大山的山村教师 为何突然来深圳整容 我们希望老师永远保持他年轻 留在我们心里就是最美好的形象 36年教学生涯 爱生如此大爱无私 大教考步 大教考老师 36年后学生感恩回报 还原最美老师面容 到时来帮着老师 教授对我对不起来 进行收看今晚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远 从今天早晨一打开手机 我就连续收到了问候我节日快乐的短信 然后我是反映了一阵 想到今天是教师节 而我以前是当过老师的 其实我只当过很短的时间 但是我今天甚至收到了这个礼物 这是给我的教师节礼物 我把它摆在这儿 是为我自己也为所有的老师高兴 因为我们的那个职业我觉得是比较少有的 在能够挣到工资 得到物质回报的同时 只要你好好做 你可以获得情感回报 虽然我只当过短短的几年老师 会一直有人记得你是老师 那如果做了一辈子老师的人呢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梁老师 他在湖南的大山里边 当了36年老师 他一辈子都没走出过那片山 直到今年的七月份 他的一群学生把他骗到了深圳 是要骗他去做整容手术 这是为什么呢 一起来看 躺在床上做手术的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梁水仙 他现在正在做一项去除疤痕的小手术 梁老师到我们医院来 他是他的学生带来的 当时学生的心意呢 就是想让梁老师脸上那个疤呢 给他去掉 他脸上呢 因为皱纹比较多 皮肤比较松弛 所以呢 准备来用一些微整形的方法 还有用一些非手术美容 极光美容的方法 让他就是显得更年轻一些 一个从没走出过大山的乡村老师 为什么要在50多岁的年纪整容呢 那个疤也是为了学生 也就是像虽然不是为了我 但是也跟我差不多的 也都是为了学生这样才形成的 在每个人心目当中老师都是 就是在我们内心当中是很完美的 就是因为他脸上的话 那一块就是多了一个伤疤 每样老师这块疤的话 就是把它能修复好 我们希望老师永远保持他年轻 留着我们心目中是最美好的形象 其实梁老师脸上这一道 并不明显的伤疤 对于他自己来说 早已经习以为常 但是在他教科的学生心中 却是永远的伤痛 他们希望自己的老师 永远是最美的 为此 他们专程把老师请出了大山 今天热烈欢迎梁老师 帮你我们百里七学校 深敬同学会 虽然出来一几年 但是我对梁老师的印象是很深的 那么我只想送给梁老师一句话 讨人一生平安 他是最值得我尊敬的老师 我们永远感谢你 你永远都喜欢老师 2013年7月11号 湖南北斗西乡深圳同学会 在深圳某酒店举行 同学会上的老师 就是梁水星 在座的都是他教过的学生 在深圳某酒店举行 在深圳某酒店举行 像是妈妈 她出生在湖南省旭谷县 北斗西乡 茅坡村 二十多岁就开始了 她的教学生涯 我爸爸也是一位老师 我看到我爸爸 对孩子多么关心 我跟我爸爸 等了两年说 所以我从小就想 长大以后 也像爸爸一样 当一位老师 湖南省淮华市旭谱县 地处山区 自然条件恶劣 这所藏在大山里的学校 基础设施落后 师资力量紧缺 民办教师薪水微薄 即使到了2000年 每月工资只有200元 村里有点文化的妇女 都跑去城里打工 唯独凉水先一待 就是36年 她一个人承担起学前班 到六年级的数学教学 每天差不多六节课 那时候的话 我们条件差的话 就是一个教室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都是放在一起的 可能有时候 我们上课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听得不是那么 或者说不是那么认真 或者干嘛 他可能有时候会重复的 可能要一节课 重复的两三次 再跟我们再去讲 直到我们能懂 因为当地只有一所小学 加上回家路途遥远 家住的最远的孩子 要走十里路才能上学 所以这些大山里的孩子 都住在学校里 二年级的同学都很小 只有六七岁 晚上经常还会有人尿床 踢被子 梁老师会在半夜起来 为孩子盖好被子 把尿湿的裤子换掉 第二天还会把被子裤子 洗好晾干 因为我们那时候 那边条件很差 就是上厕所又担心 我们独撑一个人出去 就因为独撑一个人出去 有可能或者说不小心 或者踩到毛孔里面 我们的毛孔不像这样 就是像木架的 所以的话 他肯定又跟着起来 所以的话就是 我觉得就是白天的话 晚上其实要超老了 超老了 白天要精神饱满的 精神饱满的教我们 反正在我心目逃中的话 反正就是梁老师 真的是比我妈妈还要好 我想是 我也自己当上的老师 就应该这样个乖儿孩子 关心孩子 因为我们那里都说 再教考父母 再教考老师 你这样去关心孩子 孩子再学习安心学习 教他放心 我们先谢谢一下梁老师 谢谢梁老师 谢谢 还有周梁老师 好人 好人 还有好报 谢谢 梁和润也是梁老师教过的学生 现在生活在深圳 娶妻生子 开了一家小公司 说起梁老师 他满怀感激 如果我没有他的话 有可能 可能就上了小学二年去吧 可能大致不认识三个 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 走到这个深圳了 可能在家里该活 梁和润从小家境贫寒 父母都是残忌人 我爸妈都是有点财忌 可以说就是 我爸妈都是农养人 对吧 所以说家境怀疾也是相当差的 然后我读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没去读的 然后梁老师又就是在家里读时间工作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奶奶当家嘛 她就 就是给我奶奶讲这些道理 然后才开始上 开始上后来读到小学四年级 上五年级的时候又准备不读的 梁老师刚又到家里出学 跟她奶奶说 要让她上学 你自己的儿子 儿师父都是这样的 要让你生日上学 她说 没有学费 没有学费 等你今处于你的价格 我现在在西班里 贴这个 我学费就交上 我是从学习班开始 梁老师一直教到我小学那里去毕业 劝学是梁老师平时生活里 常做的一件事 大山里的孩子辍学是普遍现象 每年开学都会有七八个同学忽然消失 梁老师通常要翻几座山 走几十里公路 去多次劝说 脸上的伤疤 就是在劝学中受的伤 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不容易啊 想想这帮小孩 都是从山里农村出来 跑到深圳打拼的 他们挣点钱多难呀 还能惦记着 把老师接出来做整容手术 真是够有良心的 哎呀 我觉得这些孩子 这个钱没花在刀刃上 你看那老师生活的环境啊 穿的呀 其实你弄个脸 你说在山里边他整天也不出来见人 你还不如给这 要不然把钱给老师 哎呀 要不然你给他把房子装修装修 要不然你给买个冰箱裁件啥的 这些孩子还是年轻 说什么话嘛 这个钱 这些包括给老师物质 但有啊 有孝敬老师的呀 在老师吃吃饭什么的 但是老师就知道 老师是女人啊 那女人就爱美啊 对不对 你这一道八 你看他挂在脸上 你咋知道 他不是挂在心里头啊 那把这个八给他削掉了 老师心里头那个八 不就也没有了吗 哎呦 我在新闻里看了 说就今天哈 9月10号过教师节 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明年大概就要变 说国务院出台了一个 关于教育问题的 征求意见的草案 考虑啊 要把教师节 以后都变成 每年的9月28号 说这9月10号过教师节呢 原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历 当年规定的时候 就是琢磨这呀 每年9月份刚开学 刚开学 大家比较关注学好的事 尊师宗教 顺便过一教师节 后来呢 就有人提出说的 没讲头 不如啊 把教师节定在 孔老夫子生日的 那天 这孔子 他是中国老师的鼻祖啊 定在他生日那天 你看多有意义啊 后来这么一算呀 算到杨历 说孔子生日是9月28号 然后我看 这不是征求意见的吗 好像网上啊 一多半的老百姓 倒是赞同 说这个事有说到 老师呢 也不反对 说9月10号过呀 因为刚开学 杂事太多 我们没什么心思过节 9月28号呢 那心里就踏实多了 跟国庆节又连上了 假期也好安排 也有一部分老百姓 觉得这没意义 说瞎改什么呀 你真尊师宗教啊 你老师像个老师啊 大家也尊敬老师 这才是正经的 那个每天过节 都是个形式 那形式的事 不用老折腾 这这教师节 其实越过啊 我觉得有点变味了 你看前两天 在上海的一个大超市里边 打出一个大横幅 显着感恩教师 感恩回馈教师 感恩教师 然后呢 推出了一个 教师节礼品卡 教师礼品卡 从200到1000面额不等 然后有人就说了 您这是表扬老师呢 您还是羞辱老师呢 这这这感恩感的 太赤裸裸了吧 结果这超市 就把那横幅摘下来了 还公开道道歉 这事还没完 结果就在各大 电子商务网站上 教师礼品卡 成了现在最热门的产品 也是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而且你真别以为没人买 人家买完之后 得有评论 这一个评论 一个产品的评论 据说有上千条 而且都说的是什么 这教师节礼品卡好用 琢磨吧 说实话 这个还好是你情我愿 就跟这个最近媒体上一调查一样 就在两天调查 所以六成还是觉得该送 这起码是一个愿 就是还是个情感之间的交流吧 这有这么个 说得过去 明明说得过去 我跟你说一真事 你听听你琢磨琢磨的味 你看说的说不过去 就真的 就是就在咱们北京 一个我的这个朋友 他的这个小孩 这个第二天 就在今天就过教师节了 在上学 然后头天晚上 他收到一条短信 这孩子的老师发来的 上面就一句话 明天改选班干部 你琢磨去吧 深了 有什么深了的呀 是有可能那老师是想索要点什么 但也有可能人就事论事 就是改选班干部 你们是不是都想太多了 是有不好的老师 但是我觉得好老师还是有好多 你就说刚才这整容这老师啊 你说学生对他的好 为什么对他好啊 我觉得起根是这老师得对学生好 如果一个当老师的 一天到晚想跟学生拉关系 然后给自己弄好处 是他需要你的时候 那学生和学生家长都跟你共利益 但是他绝不会几十年之后 他想你 你像现在这样的 那一准是老师当年就对学生好 而且人从来没想要过回报 所以那回报才能来 就像这样的 何老师是好 但是你想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他这个把所有的事情 精力啊 什么全都给搁在这个学生了 你说那学生就跟自个儿孩子 我估计可能自个儿家里边 也得过得乱七八糟的吧 要不然哪那么大精神头啊 这么不好说 你这话我坚决的不同意啊 这个老师这种奉献 我们首先都是要对他表示感谢 但是你也不能把老师都想的那么低能 对吧 老师把孩子们都照顾好了 完了以后家里头就必须一塌糊涂啊 当然肯定会受点影响 对吧 会使这个孩子 自己有些孩子或者家里头 受到一点冲击 或者说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一是老师都在不断的调整 第二个 我相信是有我们社会 我们给他更多的关爱 我们都帮帮老师们 对吧 多奉献一点爱 我觉得就成事了 关于这事啊 七嘴八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2005年梁水仙又去山里劝学 因为山路颠簸 在返回的路上 他被卡车撞伤 脸上至今都留有疤痕 山口里面都是那些黑的 洗了很久的时间 没有洗干净 然后缝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清理了个医生 他从来没有缝过针啊 他拿来拿一颗针 都是锈 缝一针 就是针 针 踩不过去 踩过去然后呢 也爬不出来 我自己呢 发自晕了 不知道 结果听他们说 村里很多很多的人 都围在那里 大家都哭了 梁老师知道我们各位同学心目中 他永远是最漂亮的 最美丽的 但是 估计呢 是在 大概前七八年前左右 梁老师有一次在 确确的路上 坐在那个我们家乡的一车 三人摩托车吧 就出了一次小小车祸 把底部就产生了一些 美丽的症犯 就是说 在来头 大家同学坐在一起 在深信上 在这个统计会 起目的 也就是说 把梁老师 重新回到 美能 重新回到美丽 大家就是 尽自己的手能 有钱 给你讲 没钱 重新回到美丽 好的 上面开始 大叫决结 结果把伤口吃掉 我舍着很改大 我说我受不起孩子们 你们等书的时候 我接着你帮着别人 到头来 帮着老师 老师给你们 都不吃了 我不要 同学们凑够了钱 打算在深圳 找一家最好的医院 为梁老师整容 恰好梁老师的学生 刘卓阳 就在深圳一家 整容医院工作 自派了有几个人 让我们去选哪家医院 其实也找了好几家 找了好几家的话 之后的话 我建议 我说梁老师 你干脆来我们医院 我们医院的话 在技术上各方面 都不错 因为我在那里 也待到七八点 老师觉得 自己学生的话 他更加放心 他就确定一下 就来到这家医院 院方得知梁老师的故事后 深受感动 决定免费 为梁老师整容 还要用医疗手段 让梁老师 越来越年轻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就是每一个孩子和妈妈 他都希望有这么 有这样一个好的老师 而且他的故事 也感动了 我们全院的 我们全院的这些医生 就当学生们来的时候 还带了一个捐款单 那每个孩子 每个学生呢 都给老师捐了款 那我们也决定 就是我们就是 希望这些孩子们 就这些学生们 能把这笔钱 捐回他们的母校 因为现在学校的话 听梁老师说 学校还是很困难 那我们也希望 这笔钱就到学校 去为现在的这些孩子 为母校 也多做一些这样的贡献 多做一些工作 贡献一份力量 手术做完修养的期间 同学们带老师 看海逛街买衣服 金蕾也是梁老师的学生 现在也在深圳安家 有了自己的公司 这一天 他请梁老师 来自己公司参观 这个也是 Where we're going to do this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 最大的发行 deadly 我要站在那里 这个是我的办公社 他跟我有的印象就是感觉到他不断像是我们的老师 对我们一些学生的照顾 更像一个妈妈一样 当时我们大家都比较穷 他们会住宿 住宿的话当时你学校没有办法 愿意那么完善 他们家人家人一起 自己炒善 我们都是用那些糖水 擦缸 然后炒一缸菜或者两缸菜要吃四五天 那么冬天还好 冬天的话会结在一起 那么夏天会会输 输了以后他可能只吃两三天以后就会倒掉 吃不下去 因为变质了 这个时候我们梁老师他会炒一些菜 自己米费 给他那些家里比较有的 有没有钱 菜的时候给他们吃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 有些人下雨天或者是衣服务师 他会拿一个干净的衣服给他换洗 甚至自己和自己小孩子 可能不合身但是干的 至少不会生病了 包括全身物上很多让我们很感动的地方 梁水仙从来都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但是面对自己的儿子时 梁老师却满含愧疚 小孩子都小学一直到抽出别年 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一次糖吃 有一次小孩子看到我桌子上 放一四颗水股糖 好高兴 妈妈今天就满糖了 别说 你不让一颗来 我说 孩子 老师 妈妈的学生有一个生病了 吃很苦的药 我给我的学生吃的 等今儿妈妈有钱了 给你妈很多很多的糖吃 好吗 很辛苦 慢慢地把老婆放回来家 那个时候家里穷 梁老师每个月只能买十块钱的肉 一半给家里的老人 剩下的一半再分成两份 一份给兄弟的学生补充营养 另一份留给自己的儿子 两个儿子 听懂事啊 看得多不吃 那就刮到我的嘴上 他也笑 这个人妈妈你也吃了吗 你自己吃糟了吧 你嘴上也说 我只好吃点了 舒冬莲是梁老师的学生 也是儿媳妇 说起自己的老师婆婆 也有一肚子的话 我去学校看她的事 我就看她 每个礼拜五 要放学之前 礼拜四或礼拜五的上午 她就去小外部 换那种一块一块的零花钱嘛 就换那么厚 我就问她 妈 你干嘛换那么厚的零花钱啊 她说等一下想那些小朋友啊 要回去没有学费的 没有车费的 她就把那些一个人两块 一个人两块 他们拿了钱才会去 上就坐车回去嘛 因为家里没那么远 小孩子太小 走路的话 当然都不放心嘛 你要她用钱呢 她自己每个礼拜的零花钱都花光光了 一块钱都没有剩了 她也不舍得坐车 就会走路回去 那不是很怕 就是说会出现别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 她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们今天要为了掌声 谢谢你们的梁老师 你们一起说梁老师辛苦了好不好 好 预备 开始 梁老师辛苦了 谢谢你 谢谢 面对自己学生的感恩回报 梁老师知足了 但是他还有一个困扰他多年的心病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在讲一群学生捐钱给自己老师整容的事 到场嘉宾媒体评论人杰文金先生 情感问题专家百叶宜女士 欢迎两位 我旁边的是来自湖南旭浦县北斗西乡小学的梁水仙老师 梁老师欢迎您 我刚才看了一下您这个工作 我以前也是当老师的出身 但是我发现我们城市里面的老师跟他们山里的老师的工作不太一样 我们讲好课就可以了 他们除了教课之外 他们得管学生生活 比如炒菜 洗床单 洗衣服 甚至还是太小 尿个大 这个老师得管生活 而且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工作叫劝学 摔伤是因为劝学 必须得去劝学是吗 因为他们教的很穷 路头又约 经常就不想上了 是吧 有时有些学生就不想上学 他不去就没了 这孩子就过两天 少完两天来找 上不上就有两孩子不来了 一个都不能少那些人 或者有些小朋友他生病了 不来 又没有地方离食 是吗 对 所以我就只有了 不放心了 要跑到路上摔 安全问题 要怕磕头碰到 要怕辍学 所以您永远得拔山涉水 翻山越岭的 上那劝学 这个是大足病 大足病是劝学 那个这个劝学这件事 除了把这儿摔了之外 还摔到哪儿啊 还摔过这个手臂 手臂上这个伤疤 只有我丈夫一个人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这下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对 所以你看 刚才听他有的学生说嘛 说是被他劝回来的 所以后来念书念出来 现在深圳还不错 要不然他说 我小学二年级我都没读完 我早就输学了 对 所以他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因为他主要的研究 我们比如塞了一个学生 你不上学 塞了就是什么 学生学孩子的希望 这是我们三岁的希望 三岁人的希望 不上学是不行的 不上学 他走不出大山 走不出大山 对 所以您就用这劝学 可能把好多孩子 就给送出去了 这个早就摔了 这个疤有好多年了 你自己当初想整过吗 没有 您不想整 我从来没想过 从来不想整 那学生让你整 怎么就整了呢 学生有那么肉强 他们要我整 我也没办法 你看这整个多漂亮 太辜负了学生 所以就要整了 而且说是 学生都是哭泣哭泣 要我整 对 那学生都是新疼年 怎么着 哭着去让您整 所以逼着老师去了 都看到我流眼泪了 他们也流眼泪啊 大家保存痛哭 最后只好去整容 都心疼 不忍心让孩子们 在伤心 在着急 而且我看到 因为我们是三层老师 我们保存自己的泄面 就很好 除了整容 除了整这个双疤之外 我怎么觉得 您看上去 比那个脸上 有好多皱纹的时候 脸光溜了 整别的了吧 是 附加修饰了一下 对 还整什么了 还 打了这个 是皱纹的针 除皱纹的针 是老婆 周总 是一代的 针管用 还真是那个 皱纹比以前少了 平沫的 打过几针 打过一针 打过一次 打过一次 我也不知道 是多少针 没除完 你应该接着打 把这儿的 现在的这些皱纹 还可以再除掉 比现在写的 更年轻 更漂亮 你还要不让老公 活了 不整了 不整了 为什么非得不整了 我刚才不是说吗 我不想整人 保证我这个泄密吗 我们是乡村的人 不那么安闷 那有人 不要钱 白天你整 你就整了呗 不是我都说了 你还让不让人 你内疚了 你内疚 你为什么内疚 你也没必给我治疗 我 来给你回报 我功夫收落 明白了 明白了 我功夫收落 老师真是 你回报 老师真是老师人 一边不想花学生的钱 一边又怕辜负了学生的人情 结果这整个 还不愿意受医院 做了一半 后来人医院要白给做 绝对又不忍心花医院的钱 做一半跑了 但是眉毛闻了 看出来了 谁给您闻的 是我学生闻的 刘左摇 就是那个 脱白大罐那姑娘 你看您原来山里的小孩都 让您送出去 都做整容医师了 真是 真好 这个 我学生真好 真好 一定是您对他们好 他们才这么对您好 这是拿新换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山里小孩 在大城市打工 活得不容易 是我对孩子们 对我好 我对他们不那么好 因为我们大老师的 对孩子 对学生 像对孩子一样 都是应该的 这是我们老师的主持 他说我对他们 没那么好 主要他们对我好 我对学生没那么好 这个我不信 你要对他们 没那么好 他们不会对你这么好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 片子最后说 说您还有一个心病 您的心病是什么 我的心病就是 我自己也想不明白 我教了三十六年说 到现在还是一位大科教师 大科教师 他没有转功吧 原来是明白教师 到后来又是大科教师 对他是代科 我来解释一下 他是怎么回事 他七七年开始当老师 当年是明白代科教师 八九年的时候 全国的明白教师 有过一次 就是符合条件的都转 当时八九年的时候 就是把明白老师 统一公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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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明白老师 到爱抽彩 对 上报到省教育厅 可以转功办 但是当时因为 我的名字呢 印了过来 没有抽上去 因为他在那个地儿 太偏僻 可能也没人想起他了 也没人通知他 他自己在偏僻的地儿 他也不知道 结果他这事 他没报上去 结果他就没转成功办 到九八年 国家名班教师 都解散了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被解散了 他才知道 曾经有转功办的机会 而他自己不知道 这事过去了 但是由于他工作特别好 所以即使解散之后 可能当地还是 一个月一点钱 雇他还是在 让他当着老师 您挣多少钱 退休之后 退休之前 退休之前 一个月挣多少钱 现在在十年当中 一个月有八百元 那四年中 一个月挣八百元 四年前 我们学校老师 四年前 梁老师 四年前一个月挣多少钱 有四百的 吃四百 有三百的 我刚才听到 到2000年的时候 一个月还二百块钱 这个很低 而且他没有转功办的问题 是现在他退休了 没有保障 他没有退休工资 一分钱都没 也没保 身体也不太好 而且我觉得可能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还不是 这个工资的问题 是承认 认可 是认可 对 我没有 就是 久了一辈子说 没有得到 我觉得认可 在政治上 人格追你上 受人歧视 其实 大家都知道 您是好老师 人家不会歧视您 但是可能你心里 会有一种 过不去的东西 我心里有这种想法 那是对事业的一种 认同感的失落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我听他儿媳妇说 今天睡午觉的时候 听见他忽然说 那个写那个字的时候 先写里边 然后后风口 他儿媳妇以为 跟他说话呢 过去一看 发现老太太睡着了 你还记得 你做什么梦吗 我记得 因为从9月1号 开学期 这支听 我没有上课了 加了30多年时 一下子离开讲坛 心里不好过 每天晚上睡觉 想孩子是吗 刚退休 我都在做梦 那我就跟孩子们在一起 我听 每天晚上做梦 都跟孩子们上课 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明白 我没有 我妈刚退休 我天天拿我爸杀气 我没有懂 我这种就是 这个张老师跟别的工作 还不一样 他不仅仅留恋职业 他留恋很多的学生 那个有特别大的情感投入 所以其实在这点上说 不管是明办还是公办 一个投入感情的老师 他的对学生 和对这个事业的情感 都是一样的 那我也知道哈 梁老师先不上心 其实大家都明白 您是好老师 那个 也不是要说的话 学生都惦记老师 您知道我们这个嘉宾啊 我们这个小杰老师啊 今天直播他差点迟到 把我们吓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教师节 他去陪他老师 陪我老师病了 陪老师 然后赶上大堵车 对 就是无论如何 要去陪一下老师 这就是老师为我们好 就是这样 这就是心不 这是老师好 我今天 很多学生给我发短线 整个节日快乐 还有很多学生 给我打电话 多理解 说说说说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是这样的 就是我跟你说啊 那个 呃 梁老师 你千万一个不要着急 第一个是你这个事情啊 就是你的这个 包括你 你所说的 你的身份的这个问题 这个从 从这个我们 从我个人判断啊 就是可以去讲 可以有机会 能够把它 就是说 补证过来 有如果说 有相关的这些事情 有这个经历的话 再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你这样的好老师 从你这个老师身上看 我们应该去呼吁说 把所有的老师 都能够让他 有体面尊严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对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份认可 是一份尊严 真的是不是物质 或者是什么 一个名分 没有那么简单 的 对